最新劲爆,林丽颖贴报前朝政府罪行,这次够够力。 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丽颖质疑,前朝政府联邦直辖区土地矿物局托寿龙市华友花园的防洪蓄水池地段与私人发展上,已建豪华公寓。 林丽颖今日在华友花园,Tenman Mopi,防洪蓄水池填土地段上召开记者会声称,前朝政府没有公开招标,更已低于市价托寿这片土地。 这里曾是很大的防洪蓄水池,但现在面对填土,已兴建14000个公寓单位。 林丽颖透露,这片蓄水池地段为36英亩,落在一片80英亩土地,而一家发展商在2015年11月,以每平方英尺68令吉或2亿3710万令吉,向当局购买这片土地。 他声称,该家发展商又转手脱售这片土地给另一家现有发展商,而新发展商与中国公司合作兴建公寓。 他指称,一名巫统党员掌控新发展商,但他没有点名任何人。 当局没有公开招标下,脱售这片土地与一家巫统公司。 我接获有待查证的讯息,宣称发展商没有支付地价,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家发展商。 早前媒体报道,阅读新发展商涉及房地产和各项贸易,而巫统喉舌前风暴曾购买这家公司股票。 当今大马正在联络新发展商,以寻求回应。点名阿里寒沙解释。 在场的甲冻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于导平追问,为何前朝政府批准出售防洪蓄水池与发展商。 前朝政府让发展商在此设立公寓,有何目的和议程?这个蓄水池是用来防洪。 我感到莫名其妙,为何当局能批准发出蓄水池土地准证,但当我们询问直辖区土地矿物局,他们承认批准。 由此一来,林立盈要求管辖直辖区土地矿物局的政府首席秘书阿里寒沙出面解释。 阿里寒沙回复当今大马的询问时说,我会在星期一回复林一元。 阿里寒沙回复当今大马的语言。